酒桌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只要多练酒量就能变大 但经常看科普的人又听说过另外一种说法 酒量由基因决定练是练不出来的 那么到底酒量能不能练出来呢 这期科技参考咱们就来说说酒量这个话题 首先说结论 酒量能不能练出来 要看大家如何定义酒量 如果定义是代谢酒精能力的话 那酒量就是没法练出来的 但日常生活里我们所说的酒量 往往还偏重另外的因素 比如说看这个人还能不能正常交流 如果把这个因素当作是酒量评估的标准 酒量是可以练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仔细说说其中的科学道理 我们知道酒精又叫做乙醇 乙醇进入人体之后 要经过几步的转化才能彻底消化 第一步是乙醇变成乙泉 变化过程需要乙醇脱青霉 第二步是乙泉变成乙酸 变化过程需要乙醇脱青霉 第三步是乙酸变成水跟二化碳 当然这只是最最简单的描述 真实的消化过程比较复杂 比如说光是乙醇脱青霉就有七种 每种在不同的消化器官里分布还不一样 而乙醇脱青霉呢 在消化酒精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参与 它们也都有各自的分布特点 甚至还有种族跟性别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就造成了不同人代谢酒精能力的不同 也造成了同样式酒精 有些人喝伤害值就是100 有些人喝伤害值就是10 首先我们先说说不同种族酒量的问题 其实种族是个不精确的说法 准确的说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基因决定的酒精代谢能力 这些基因跟那些消化酶的成分有关系 在乙醇变乙醇的过程中 乙醇脱青霉EB起到主要作用 这个霉对应的基因ADHEB 它有多种突变 其中一种突变在亚洲人身上特别典型 这个类型的突变跟酒精代谢过程相关 复旦大学李辉课题组研究的最透彻 后来这个课题组干脆把这个突变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 杜康基因 70%的汉族人都拥有这个突变 这种突变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相比正常版本的基因 杜康基因能大幅加快乙醇分解成乙醇的速度 大约快了十多倍 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意外了 不是亚洲人酒量不行吗 结果70%的汉族人这个能力如此之强 这是因为它只加速了乙醇变成乙醇的速度 也就是让酒精喝下去迅速大量的转化为乙醇 而再把乙醇代谢为乙酸 进而再变成二氧化碳和水 那个才算完整的消化了酒精呢 有一个指标可以判断喝酒的时候 乙醇产生了速度 那就是心跳和脸红 这两个特征并不是乙醇直接引起的 而是因为乙醇会刺激肾上腺素跟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 这算是一种保护措施 通过加速身体的代谢速度 加速乙醇的下一步转化 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心跳加速跟脸红 这个时候人的状态其实跟着急生气 心砰砰跳 气得脸发紫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人喝了半瓶啤酒 10分钟就满脸通红 那它一定是酒量很差的 酒精对它的伤害也比一般人更大 因为相比于乙醇 乙醇对身体的伤害要大得多 它在体内积聚就会引发各种细胞损伤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 宁愿不要让乙醇变成乙醇这一步这么快 而影响乙醇继续变成乙酸的过程 靠的是乙醇脱青霉 这里起最大作用的就是乙醇脱青霉2 ALDH2 这个霉对应的基因有GG型 GA型和AA型 GG型是正常的版本 只要是这个类型的 把乙醇变成乙酸的过程就是正常的 如果是GA型呢 那么乙醇变乙酸的能力就只有GG型的7%都不到了 如果是AA型的那就非常不幸 这个时候身体制造出的霉根本消化不了酒精 乙醇只能靠另外几种乙醇脱青霉继续降解 但是效率远远不如乙醇脱青霉二 AA型的人喝酒之后会非常的难受 那种痛苦会让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碰酒精 所以反而呢安全一些 所以最危险的是GA型的人 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代谢乙醇的能力 但仅剩不多的能力能够让他们不至于过于痛苦 于是就会在周围人的劝诫下一次次的尝试 如果他们还相信了酒精代谢能力可以训练出来的话 那他们受到酒精的伤害就是最大的 中国人在这个基因上都是怎么样的呢 平均来看 接近60%的人是GG型的 代谢以权的能力是正常的 还有接近40%的人是GA型的 代谢能力大降 最后还有不到5%左右的人是AA型的 代谢以权的能力最差 而这个基因在非洲 欧洲跟美洲 几乎全都是GG型的 如果看细节呢 中国东南部跟南部的汉族人中 GA和AA型的明显更高 占比超过一半 而中国北方 从东北到西北 GG型的比例都很高 所以说东北人 蒙古人 西藏人 新疆人 更能喝酒 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们代谢以权的能力更好 也正是因为拥有了GA跟AA型的人 代谢以权的能力弱 而以权对身体的伤害比以唇还要大 所以这些人喝酒引发的癌症 也高很多 在消化道癌症的统计中 他们比正常基因型患病率高了11.5倍 如果这样的人不幸还从事了一个 需要不断上酒桌的工作 患消化道系统癌症的概率 比正常人更是高了100多倍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说 男人比女人更能喝酒 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有三个方面导致女性代谢酒精的能力不如男性 首先是第七种 乙醇脱青霉ADH7 主要在胃里表达出来 穿过未必的30%的酒精 在进入血液之前 就会被ADH7氧化成乙全了 但这就是男性的情况 女性胃中的ADH7基因 很多都处于关闭状态 并不会表达出相应的酶来代谢酒精 所以女性的胃消化的酒精更少 酒精进入血液的更多 其次是 女性肝脏中乙醇脱青霉ADH2 活性也大幅低于男性 所以女性肝脏代谢酒精的能力 也低于男性 最后就是平均而言 女性体重小 也就意味着体内水分总量少 同样喝下一瓶酒 体内酒精浓度就更高 体液稀释酒精的效果就更弱 在很多标准的对比测试中 男性跟女性分别喝下同样多的酒 在30分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后 测量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女性在每一个时间点 都会是男性的1.5到1.7倍 所以 如果我们把酒量定义为代谢酒精能力的话 它完全就是基因决定的 炼是没有用的 不行的人 越炼 伤害越大 而如果把酒量定义为 喝酒的时候保持清醒能力的话 这是可以炼出来的 因为影响人们正常交流的因素在大脑 而大脑的灵活性 保证了这一点 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酒精可以直接穿过血脑屏障刺激大脑 任何一种物质进入大脑之后 都会按照浓度梯度不断的下降而扩散 这就像往海绵表面滴一滴红墨水那样 之后墨水就会扩散 不断的往内侧渗透 渗透到哪个脑区 哪个脑区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大脑外侧包裹着皮质 这是专门负责理性思考跟分析计算的 而更关键的是 它还会在我们都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压抑住各种情感冲动 所以当酒精麻痹了这里之后 人就会敞开画匣子 情感倾泻而出 这就是刚喝了两杯之后的表现 而大脑皮层还包含着丰富的运动神经元 如果这里被麻痹了 走路就不稳了 动作失调 酒驾容易出现恶性事故 也是由于判断力和控制力同时被麻痹的结果 如果绝大部分的大脑皮层都被麻痹了 整个人的思维就混乱了 理性就不在了 无法正常交流 这样的人被称为喝醉了 但由于大脑皮层是非常灵活的 一部分功能丧失之后 会由周围部分接管 所以我们也能见到很多脑肿瘤的患者 手术切除了部分皮质之后 并没有丧失某几种思考功能 其实长期喝酒也是这样的 大脑逐渐适应酒精的麻痹作用 能够越来越灵活的调动 尚未被麻痹的资源 维持一个人的理智 这就有点像我们做某些智力测验一样 第一次做跟第一百次做 肯定是第一百次的成绩更好 因为我们已经适应了那些提依带来的刺激 那些基因型上就注定是不能喝酒的人 依然是一杯就过量的人 但由于他们在酒桌上练了十几年 从喝上一杯就开始说胡话 练到了能坚持喝一瓶还能谈生意呢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但是靠这种方式练出酒量的同时 身体也承受了比代谢酒精正常的人 高百倍的伤害是非常不值得的